周天昼夜,常为法故,而为父子。 如果说法的人会遭遇到什么梦呢? 或者是游人来找麻烦, 周天神王,天龙八部, 他们无论是白天晚上, 周是白天,夜是晚上。 他常常为了要扶持佛的正法的缘故, 来维护说法的人, 而且能够帮助说法的人使他说得很通力, 让听的人都生欢喜心,能令听者皆得欢喜。 凡是来听法的人,来问的人, 虽然不凡好意来问,也能使他得到利益, 何况真正为法而问的,真正有疑问来问的, 当然都能使他得利益的。 嗯,那么说到周天父法呀, 我们平常凡夫的肉眼是看不到, 真正用功修行的人, 无论在什么时候, 天龙八部都会来扶持他的。 举个例子说, 圆超出, 圆超出, 宋墨的圆出, 有一位高峰圆庙禅师, 他下十功夫修行啊, 参禅, 要以开悟为目标。 那么他在一个高山上, 就是大石壁的悬崖。 嗯, 比如这个悬崖的地方, 这里有个石洞, 他在这个悬崖的石洞里打坐。 嗯, 那么石洞门口打坐啊, 因为前面就是万丈深坑了, 掉下去就没有命了。 哦,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 警测自己的身心, 要下功夫。 嗯, 才不至于啊, 嗯, 这个, 谢旦。 那么, 人, 这个肉体, 体力总是有限的。 不管你的心力多强啊, 等到你分层来的时候啊, 总会想睡的。 他坐在这个悬崖上面, 哈哈, 那么, 虽然是下死功夫, 而你一分层掉下去就没有命。 嗯,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实在是支持不住啊,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那么这一睡着了, 就是摘下去了, 整个人就掉下去了。 很奇怪的就是, 他掉下去到半山啊, 有一个很大的手啊, 把他拖住, 把他拖住, 又把他扶到这个悬崖上面的, 他坐的地方来。 嗯, 回到原位, 没有掉下去, 没有掉下去。 那么, 因此, 这个高峰禅师就问了, 是谁来帮我的忙, 让我不知掉下去啊。 嗯, 天上有发出一种声音说, 是我, 我, 唯托, 嗯, 是唯托菩萨来扶持他, 啊, 赴法诸天, 嗯, 那么是唯托来赴他的法, 啊, 哦, 他心里觉得, 这个不容易啊, 我在这里打坐, 明明是准备死的, 没有想到, 唯托菩萨他用他的大手掌把我扶起来, 啊, 啊, 不至于掉下去, 那么这样可以安心睡了吧, 呃, 多掉也是没关系吧, 啊, 他这个心里一动啊, 空中, 又声音出来啦, 你现在心动啊, 五百节不负你的法, 我要走了, 哦, 这个话听到, 高峰禅师, 就这个, 情况不对啊, 我这个心一动啊, 马上他就说, 他不负我的法了, 那好了, 现在如果摘下去, 真是要没有命啊, 啊, 因为复法不来了, 啊, 下功夫, 啊, 不管他啦, 反正我总是以物为则, 啊, 死也没关系, 他还是下决定在做, 啊, 过了一段时间, 还是摘下去, 又摘下去了, 摘下去了, 这个大手又把他扶起来了, 诶, 奇怪啊, 又扶起来了, 诶, 你不是说不负我的法了吗, 怎么又来了, 不是要过五百节不负我的法吗, 他说你这一念精进啊, 就超过五百节, 一念精进超过五百节, 所以可见这个时间呢, 并不是定一定的, 啊, 都是假定的,啊, 他这个五百节, 你只要发心, 就超过, 啊, 所以, 华言经说, 一念普贯无量节, 啊, 一念就是无量节, 无量节就是一念,啊,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 呃, 龙天复发, 真正是来, 是会来复法的, 我们平常,呃, 在用功修行的时候, 明明中, 由天龙八部来复职, 可是自己不知道, 啊, 因为我们是凡夫肉眼看不到, 不得而知,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经, 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些听众, 啊, 那么空中有没有复法诸天, 我们凡夫看不到, 肉眼见不到, 啊, 那么按照佛法, 按照所有的经论说, 应当是有的, 天龙八部为了复法呀, 他都会来, 啊, 听受佛法的, 不但是大咒讲经说法, 龙天复法要来听, 就是一个人, 平常是在讲话, 天龙八部都会来听的, 啊, 从前有一位禅师, 他修持功夫很好, 啊, 那么因此他有, 有的时候会发出这个天眼通, 有一天啊, 凭他的天眼, 看到这个两个出家人, 从寺庙的大门走出来, 啊, 他在三连中打坐啊, 看到这个两个出家人出来了, 出来到外边了, 在这个靠住围墙边, 两个人在说话, 那么距离很远了, 他也听不到他两个人讲的什么话, 啊, 那么这个两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 看到空中啊, 有天神在听, 天神都在恭恭敬敬的在旁边听, 听了一段时间呢, 哎, 他两个人讲话态度也变了, 慢慢, 啊, 有一点懈怠像, 那么这个天人也就不大想听了, 有一点稍微远离了, 再过一段时间呢, 他们两个边走边边讲话呀, 不但是天人不听啊, 后边有两个鬼啊, 在扫他的脚迹, 他走到什么地方, 鬼就把他的脚迹把它扫掉, 哎, 奇怪呀,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他只有天眼一时能看到, 可是他没有天耳, 听不住啊, 听不住这两个人讲的话, 那么因此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这个打坐的人就问这两个人呢, 找机会去问他两个人, 哎, 你刚才你们两个, 啊, 呃, 从这个大门走出去, 靠着围墙边在讲话, 你们起初讲的什么呀? 哦, 我们两个人呢, 因为很久没见了, 彼此就讨论了修行的方法, 啊, 彼此怎么用功, 过去怎么修行, 说这些修行的话, 那以后呢, 那以后嘛, 这两个人就谈谈彼此住的地方啊, 生活情形啊, 饮食习惯啊, 讲这些话, 哦, 他知道了, 啊, 天人远离的原因呢, 就是他讲的这个, 啊, 家常话, 没什么意义, 所以他们就不打拼了, 就离开远一点了, 那么后来呢, 后来嘛, 就讲到彼此家庭的情况啊, 师兄师弟啊, 一切一切的, 所以天人也就走了, 这个疑他没关系了, 他不要听了, 走掉了, 那么后来呢, 那后来我们就讨论啦, 边走边讨论啦, 那你讨论什么, 讨论, 就说人家的这个, 试试恢恢啦, 讨论那些问题啦, 说那些试恢就是有故事的啦, 啊, 所以他走路的矫跡, 鬼都来扫他的矫跡, 啊, 所以可见, 你说好话, 说佛法, 就是平常是你一个人, 两个人在说, 天人也在听, 啊, 假如你批评人家的坏话, 说不好的话, 诶, 鬼要扫你的矫跡, 啊, 你不要因为, 啊, 你眼睛看不到, 啊, 那么天龙鬼神都在, 啊, 眼睛睁就看着我们, 所以拭目所思啊, 拭手手指,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 啊, 龙天真的有复法, 真的会来复法,啊, 啊, 那么所以, 这个弘扬大法的人, 具足四安乐型的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啊, 龙天复法都来扶持他, 那么说法都使令大众唤行, 啊, 这是正说明这个, 啊, 利益啊, 啊, 证明, 下面是世杰, 世, 解释为什么得到龙天复法, 复持, 同时解释, 解就是总结上文, 所以经文说, 所以者何, 所以天龙八卜都来复持, 啊, 这原因何在呢? 因为此今是一切, 过去未来现在诸佛, 神地所复古, 神地所复古, 说出天龙八卜复, 复法的原因, 因为这个法法经, 是诸法之王, 啊, 法法是经王, 啊, 那么究竟成佛的法法, 所以, 所以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说 我过去已经成佛的诸佛 未来将成佛的未来佛 现在始方诸佛 都会用他的神通伟力 来扶持这个法伐经 有这个缘故啊 是三世诸佛所扶持 因此之故 所以这个说法的人 无论在什么地方 天龙八部都来扶持的 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叫做试节 解释上文 也总结上文 到这里为止啊 试愿安乐行的正义 它的意义已经说完了 下面是人之下第二 探经 既然这一部经那么熟生 所以由这个词经 是一切过去未来 现在诸佛神的所付 由此就转到 双命法伐经 那么它的熟生点 所以叫做探经 赞叹法伐经的熟生 探经有两段 第一 旧法略探 第二 越比广探 先越伐的正说 来赞叹法伐经的熟生 文字比较简略 这叫做略探 后文用比方 这就是所谓 聚周译 以比喻来说明 这个赞叹法伐经 所以叫做越比广探 文书司令 是法伐经 是法伐经 以无量节中 乃至明知 不可得闻 何况得见 受持 读 诵 这就是旧法略探 佛对文书 不再说 这部法伐经 在无量节当中 别说是经的内容 简略乃至到一部经 这个法伐经的名字 也不容易闻到 但闻到法伐经的名字 就很不容易 何况又见到法伐经 得到法伐经的授词 来读 来诵 那不就是难中之难了吗 所以 只读诵 读法伐经的 念法伐经的题目 功德也就很大的 所以 日本日联中 他专念 妙法连法经的题目 他一天到晚 那么妙法连法经 就是妙法连法经 他一天到晚 跟我们念 阿弥陀佛一样 他们一天到晚 就 把这个法伐经的名目 当做 跟我们念佛一样的 所以他专念这个题目 他为什么专念这个今天 就从这个地方来 因为这个题目的名字 要听就很不容易 那么我经常念这个法伐经的题目 让众生听到众下 这个身故的诸法实相的上根 也是很好的 所以他专念这个经的题目 智者大师 林江要往生的时候 他也念经的题目 也赞叹佛 然后念佛往生 所以十二部经的名目 也不容易闻到 在《观物量寿经》里面都说到的 连这个经题就不容易听到了 何况要看到整部经 何况得见 几容易来说难了 当天经明就很不容易 何况要见到整部的法伐经 何况能够根据法伐经来受词 何况能读而又能诵 那就更难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 得到佛法很容易呀 没有善根的人 以法没有缘的人 法白在他的面前 他也得不到收容 所以现在看起来 印刷很容易呀 到处都是法伐经 但是因为你对法伐经 没有恭敬心 也是得不到利益的 所以必定要有恭敬 有自成心 才能得到真实的佛法的利益 这是越法 简略的赞叹 后边越比广摊 借比方 来详细赞叹法伐经的功德 那么越比广摊有两段 第一 不与诸比 第二 与诸比 头一段 因为他大胜善根 还没成熟 纵然给他得到法意 可是还没有闻到法伐经 用这个聚中明珠来比法伐经 那么就是说 佛四十一年说法呀 还没有说到法伐经 就是等于不与诸 到了法伐会上 众生根性成熟了 可以说了 才给他这个聚中明珠 所以与诸比 这是最后一段 那么这个 第一段 不与诸比当中 又分两段 第一 丽比 第二 伐和 先建立这个比方的题目 那么 丽比有五段 第一 五余赴诸国 说这个国王 有力量 他的五余的神通 能够降服其他的诸国 第二 第二 小王不顺 第三 起兵讨伐 第四 有功 起诉 起诉 第五 为不与诸 这是丽比的五段 第一段 伪的 能够降服诸国 的比方 经文 文书司令 比如 强力 转伦 圣王 欲以为是 降服诸国 这是第一段 佛说 比方 来赞叹 这一部经的功德 比如 强力 转伦 圣王 转伦 圣王 按照 印度古代的说法 有 金银 通贴 四伦 王 金银 王 铜铃四天下 银伦王 铜铃三天下 出北洲 铜铃王 铜铃二天下 就是东南两洲 铁伦王 铜铃一四天下 就是南战部洲 假定一个 转伦圣王 他的力量很大 能够 最起码铁伦王 也铜铃南洲 所以他的力量很强 强力的转伦圣王 用他的伟的势力 要降伏周围的 其他的小国 这是一种比方 比方 佛出现世间 教化众生 诸国 所有的其他的小国 诸国 就比作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一切诸法 一切诸法 种种的境界 我们人 是五蕴 四大五蕴 假和而成的 有知的地水火风 那么心理方面 受想形式 受想形式 五蕴 组和而成的身体 人生有十二楼 对外境 六干对六成 十二楼 再加上六师 十八戒 所以这个五蕴六肉 十二处 十八戒 比作诸国 用诸国来比这些法 而诸小王不顺其名 这两句就是第二 小王不顺 王 这个小王 小的国王 小王 比众生的 贱爱烦恼 贱私祸 小王 比贱私祸 这个贱私祸的烦恼 就是烦恼魔 这是所谓临终王 好像强盗 临终王 所以叫做小王 他还没有断露 是烦恼的本体 所以他不顺以法性 以法性相违背 所以叫做不顺其名 不顺诸法离体之命 等于是不顺转轮圣王之命 就是见识烦恼 烦恼是远离真心的 是被决合成的 所以叫做不顺 使转轮王 其种种兵而往讨伐 这是第三 起兵讨伐 你们不降服吗 不降服 转轮圣王就用兵了 就把他讨伐了 要惩罚他们 这个时候 转轮圣王要讨伐 这些临终王 就是比方众生修学佛法 要断烦恼 对峙这个见识窩 要断烦恼 断烦恼的方法 总不出戒定会三五六学 总不出戒定会三五六学 持戒 好像古代 阿兵哥穿的那个战夹 战夹 持戒好像披夹 修定 好像有这个 这个碉堡 有堡垒 保护这个兵士的地方 智慧 般若智慧 就好像这个力气 这个杀敌的力气 枪 刀 等等 比喻那些力气 那么 修一些佛法 取身文为例 修七方便 三支量四加行 暖定人士第一 四加行 修七贤位的七方便位 这就是前军 要降服诸国的前军 西托元 斯托汗 诸国二国的修行方法 这是第二军 对峙烦恼的第二军 第三国欧南汗 第四国欧罗汉 比作中军 对对峙烦恼的中军的方法 那么 到了欧罗汉 就是后军 那么 烦恼破了 就是对峙三毒的烦恼 烦恼母军 烦恼母军 就以贪真痴为大将 烦恼的母军 贪为大将 嗔恨心为大将 愚痴心为大将 而他带领了 八万四千的 成劳烦恼的小兵 来对付修行的 学道的人 那么 修学佛法的人 就用戒定会三位大将 来对峙贪嗔痴的 三位魔王的大将 那么 也用八万四千法门的力气 来对峙众生的烦恼 所以 降服 讨伐这些 临终王 那么 当然 邪不斗阵了 那么 降服 魔军 总是能够得到成就的 所以 第四 有功 喜事 他打仗成功了 胜利了 凯旋而归了 把烦恼打破了 就是断剑施火 那么 既然是断烦恼了 那么 等于把魔王打退了 魔军打退了 魔军打退了 那么就可以得到赏识了 那么 转轮胜王很欢喜 他有功 有功就赏他 奖赏他 是他好的东西 来奖他 下面就奖赏 欢喜 而是他的 奖赏 王建兵中 占有功者 极大欢喜 王 转轮胜王 转轮胜王 看到他的兵中 跟烦恼魔打仗 有功了 就胜利了 就很大欢喜 转轮王很欢喜 随功赏识 随他的功劳 这个戒定会大将 还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这些功德 那么一一都要奖赏他 给他什么呢 或于填贼 或者是给他填 给他物责 或者是给他去落 成衣住的地方 或于衣服 穿着衣服 延伸自去 庄严身体的用具 或于种种珍宝 宝贵的珍宝 金 银 流离 鸡菊 毛脑 三福 腹膊 这个七宝 给他七宝 或者是给他交通工具 巷 马 车身 或者是给他用人 奴辈 人民 这奖赏的物品 这都是比方 给他填 就是有神通 沃罗汉有神通 三明六通 给他填 比作他们有神通 贼 物贼 比作写托 断剑 断剑施或超出三件 就是得到写托 贼 比作写托 去落 比作出国二国 出国徐托远 二国司徒汉 范围比较小 所以好像一个村落 义 乘义的义 义比乘还要大 小一点 例如说 县 比乘要小一点 那这个义啊 比三国 乘比涅槃乘 涅槃乘 涅槃乘就是第四国 俄罗汉的境界 所以 城 比作涅槃 那么就是第四 俄罗汉国 声问人 声问人 修士 其方便 由此正俄罗汉国 这是到涅槃城 就是第三 这个 第三百由行 衣服 比作惭愧 柔和忍辱 修行必定要有惭愧心 还要有柔和心 所以好像穿衣服 乃至具备一些善法 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所以等于衣服 延伸之具 庄严身体的这些器具 就比作一些助道法门 帮助修道的方法 例如道梁 修行的法器等等 那都是助道法 种种气宝 金银等七宝 比作七颗道瓶 七颗道瓶 七颗道瓶 就是三十七道瓶 三十七道瓶 三十七道瓶分为七颗 所以叫做七颗道瓶 比作七宝 用七宝来比这个七颗道瓶 七颗道瓶就是四念处 四正秦 四如意诸 三个四 三颗 两个五 五根 五粒 两个五 一个七 七菩提分 七觉知 一个八 八圣道分 八正道 七颗道瓶 三个四 两个五 一个七 一个八 合并起来就是七颗 七颗道瓶 七颗道瓶 你如果要记这个数目之 很容易的就是 三四二五 直七 单八 一直七 单一个八 三四二五 直七 单八 这就七颗道瓶 三个四 三个了 两个五 五过了 一直七 六过了 单个八 八过了 就七过了 叫做七颗道瓶 金言七宝等 就比作七颗道瓶 那么就是给他七颗道瓶修行 而成就俄罗汉国 像马车胜 这就是笔咒 生文人 圆绝人的二字 他要断烦恼 要具备两种智慧 两种智慧 什么智慧呢 禁智 无声智 禁 灭烦恼的智慧 烦恼灭尽的那一种功夫力气 就是叫做禁智 还有一个无声智 还有一个无声智 求证无声离的这个智慧 那就叫做无声智 像马车胜就比作这个禁智无声智 能断烦恼 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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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背是用人 是一种用人 奴背这种用人 就把它比作神通 比作神通 用奴背 比神通 人民 人民 比有漏 善法 人民 比有漏 善法 例如说五戒十善 在三戒内修到有漏的善法 漏是烦恼 烦恼还没有断的修到五戒十善等善法 就叫做人民 那么一切善法功德圆满 那么才能够就进成佛 现在这里只是世间善 跟初世间断见思惑的善法 那么让他得到这些善法 断反老了生死 正欧罗汉国得彼自佛道 这是第四 有功欢喜 是他功德 就正欧罗汉国 第五 唯不与诸 只有一个宝珠不能给他 就是不与诸的比方 下面经文说 唯俱中明珠不与语之 只有一个东西不能给他 什么东西呢? 转轮圣王 他这个有头发呀 他这个头发很长嘛 把它做一个锯 做个锯 用头发把它弄起来做个锯 这个锯里面呢 包了一个宝珠 如意宝珠 锯里面有一个宝珠 这个锯里面的宝珠 只有转轮圣王才有别人没有的 所以这个宝珠不能给他 为什么不能给他呢? 下面就解释说 所以者何? 所以锯中宝珠不给他的原因何在呀? 独王顶上有此一珠 只有转轮圣王 头顶上的锯中有这么一个宝珠 若于语之啊 王珠见说必大惊怪 如果把这个宝珠给他的话 其他的 他的眷属大宗啊 看到这种情况 会害怕 会怪异 为什么给他呀? 这个东西只有国王才可以有啊 转轮圣王才可以有啊 你怎么可以给他呀? 这是一种比方 那个宝珠就是笔法法经 诸法实相 开始侮辱佛子之见 意思就是说 41年来所说的全巧方便之法 执教众生断烦老了生死 那么究竟成佛的法法经的诸法实相的法呀 还不能给他 所以41年 默而不说 就还没有说出来 那么就是不给他这个宝珠 因为他的根性没有成熟 究竟成佛的大圣根性没有成熟啊 所以这个聚中宝珠不能给他 这就是不予诸为 法和 下面第二 是用法来和前面五段的意义啊 先和这个五一府诸国诸国 文书司令如来一夫柔子 于禅定智慧的德法国土万一三间 佛对文书说这个前面的比方的法和说 文书啊你要知道佛出现之间也是这个道理 啊 用禅定智慧的力量 啊 那么修行成就了 以佛法在这个十方世界的国土里做度化众生事业 广以三界 这个王字不能读王 要读七生 广 广以三界 广以三界就是啊 在这个三界中的大自在啊 做度化众生的事业 所以叫做广 呃 佛不是统领的意思 就是在三界中的大自在 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 这是和第一为福诸国啊 呃 第二和小王不顺 而诸某王不前顺福啊 那么就是这个见识烦恼的某王啊 他不顺佛的政法啊 啊 那么所以要降服他 第三和起兵讨伐 如来贤胜诸将与之共战 嗯 就是佛的弟子们 贤胜诸将 就是佛弟子们 佛弟子们呢 好像大将 讨伐烦恼 跟这个烦恼共战 嗯 你不要以为修行简单啊 修行就是跟魔王打仗啊 修 修行就是到前线去打仗 嗯 跟魔王 跟群魔打仗 嗯 跟烦恼打仗 嗯 所以凡是佛弟子 贤胜诸将 嗯 以烦恼魔 共战 跟他打仗 嗯 假如你能够降服烦恼呢 那就可以得到赏赏赏 赏赏 所以第四 和有功喜事啊 有功了啊 魔王遭到降服了 那么就给他奖赏啊 其有功这心意欢喜啊 啊 有功劳得断反劳了生死的佛也很欢喜啊 于四种中 未说诸经啊 啊 那么给他啊 前面所说的田泽等物啊 就是说其他的经诸经 除掉法法经之外 其他的大小经典 令其心悦使令这些修行学道的人 内心安啊啊 啊 欢喜啊 喜悦 四一禅丁 血脱 无漏根 立 诸法之才 这是法比或病起来说明啊 禅丁就是前面的田泽等了啊 血脱就是这 无漏根立就是前面的七宝啊 七颗道瓶啊 漏是烦恼 无漏就是修这个五根五粒等七颗道瓶啊 能断烦恼 所以就是无漏的根立 五根五粒啊 诸法之才 诸法就是包含这个前面的四念处四正秦四如意足 后边的七觉知八正道 啊 还有这个七弦的七方便啊 三之量四加星 一切修行法门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只是不包含法法经 诸法是以涅槃之成 所以这个成就比作涅槃 就是四国欧罗汉所得啊 也得灭度 跟他们说 诶 你现在正到欧罗汉国 已经灭度了 正到欧罗汉国了 也 你已经得到灭度啊 啊 引导其心啊 令解欢喜 引导三圣更新众生 啊 使他都生起欢喜心 诶 我修学佛法 已经得到利益 所以佛出现世间的时候 那些外道来清见佛 啊 一学佛了 都证服了 所以他们已经有所证 所以欢喜 这些道理在前面呢 比玉瓶 化成玉瓶都说过的 而不畏说是法伐经 这一句就是和第五啊 不给他保诸啊 和为不以诸 不给他保诸 那么就是这个保诸 比这个法伐经 四十一年来只说其他的经 而不不跟他们说法伐经 原因就是他的大圣更新 成佛的更新还没成书啊 这是不与诸比 下面第二与诸比 就是大圣更新成熟 可以给他保诸了 以诸比 啊 文字有两段 第一丽比 第二伐和 文字比较简单了 文说是的 如转轮王见诸兵重 有大功者 心一心神欢喜 以此男性之诸 久在剧中 不忘于人 而俊于之 文说不上 呃 那个转轮王 啊 看到那些兵重 有大功 能破箭丝或是小功 啊 能破根本无名 那才是大功 啊 能够破无名正法 甚至算是大功 啊 这些修行的人 啊 好像这个兵重 有大功 能破这个魔王的这个 嗯 究竟的巢 嗯 转轮王很欢喜呢 信神欢喜 不是只欢喜而已 大欢喜 欢喜到极天 神欢喜 用这个男性之诸 一般人不知道的 不知道这个国王剧中有的 这个宝珠 久在剧中啊 隐藏在这个头上的巨中 很久了 嗯 不随便解人 所以不妄于人 就是不随便解人 嗯 而净余之 现在你们善根成熟了 大圣善根成熟 可以接你了 所以到了法法会上 说法法经 就是余珠 这个叫做巨珠比 下文是法和 如来亦夫柔师 佛出现世间也是这个意思 跟这个道理相同的 嗯 与三界中为大法王 转轮王比佛 佛在三界当中啊 做大法治王 所以说佛为法王以法自在 以法教化一些众生 用佛法来教化一些众生 见贤圣君 贤 如果是生文 是在七贤位 三之量四加行 圣 是四双八倍 出国相出国 二国相二国 三国相三国 四国相四国 这个叫做四双八倍 生文的果位 圣位 菩萨的果位 菩萨的前圣位 啊 住行相为贤 实地为圣 嗯 如果是圆教 哦 呃 贤位还在实行威 啊 初初能够破无名正法身 以上就是圣威了 啊 那么他们对跟魔王打仗 于五叶魔 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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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遮盖 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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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一叶 众生被这个 色素想尋射的五叶 所遮蔽了 真性显现不出来 所以叫做五叶 心意叫做五叶 啊 心经里面的五叶皆空 心意叫做五叶 五叶 五叶 是极去的意思 啊 极去诸法 蓋福真性 所以叫做五叶 五叶 啊 所以五叶身中有真佛 无奈人人不自私 众生跟五叶魔打仗 跟烦恼魔打仗 跟死魔打仗 以他共战 啊 就是修学佛法就是跟这些魔 跟他啊 打仗 啊 跟他战斗一样 这里为什么没有天魔啊 因为你内心有烦恼魔 才会引发天魔 如果内心没有烦恼魔啊 天魔也不耐你活 啊 这是家神通外鬼啊 家里的家神不通外鬼啊 外鬼没有办法进来的 天魔虽然会破坏人的道业 修行人的道业 可是你如果内心没有烦恼 他不耐你活 他没有办法 所以 你只要对付五叶魔 对付烦恼魔 对付死魔 把这些魔对制掉了 天魔就不耐你活了 所以不必对天魔讲 那么把这些魔都降服了 有大功心 心 就是功劳了 有很大的功劳 有大功心 啊 那么什么大功啊 灭三毒啊 把贪嗔吃三毒都灭掉了 啊 出三戒超出三戒 一戒四戒五十戒三戒也超出了 啊 破魔王 魔王好 魔王啊 好像一个大王 把众生网住 现在已经破王 而出了 超出三戒了 那么既然你能够断烦恼出三戒 而且能够分破无名 而是如来一大欢喜 那么佛看见这些佛弟子们修行的法呢 能断烦恼也广大的欢喜了 嗯 死法法经能令众生治一切治 啊 这个法法经能够死令一切众生到究竟成佛 这个一切治是指佛的究竟的智慧 啊 就是佛的果位 能够死令众生不但是出三戒 而且能够究竟成佛 一切世间多愿难兴 先所未说而今说之 在世间上 一般人对这个法法经他很不容易相信 那么不幸之故就生起怨恨 啊 犹如前面的五千对习 啊 那么过去世事一年来都不曾说过 今天才说 先所未说而今说之 到了今天才为你们说 啊 文书司令 此法法经是诸如来第一之说 法法经在一切法中这是第一 啊 你们到了最后才开闲才说的 所以是属于第一之说 以诸说中最为神圣 啊 在一切世事纪念说法当中 法法经最深 啊 末后四一最后啊 最后啊 才给他 如比强力之王啊 九父民族 尽来与之 好像这个力量很大的转轮神王 啊 力量很大的强力 那么很久保护在军中的宝珠啊 这个民族今天才给给这个啊 有功的大功的这个呃 兵将 啊 那么佛到了法法会上才为众生开权显十 会三归一 那么这是最后才说 说了就尽以涅法了 啊 文书司令 此法法经诸如来秘密之章 以诸经中最在其上啊 佛对文书说这个法法经啊 在一切佛的秘密之章啊 啊 因为这都是到了最后才说的 所以就叫做秘密之章 以诸经中最在其上 那一切经当中啊 法法经最上最第一啊 啊 长夜首富不忘玄说 无论在什么时候长期首富这部经 不随便先说 辞于今日乃于如荡而敷衍之 到了今天才为你们来说这个法法经啊 那么这就说明啊 四十一年说法 没有说法法经啊 不说会三归一的话 不说开权显十的话 到了法法会上最后才会三归一 最后才开权显十 因此之孤啊 这是最到了这个究竟众生根性成熟了 才能说这个大法 所以一代识教法法最第一 那么这不是说到了法法会上才赞叹法法经 因为不说法法经就不能够会全归十 就不能够会三归一 也就不能显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因此之孤啊到了最后才说 所以称为第一啊 那么佛法本来平等 为了要使众生体悟诸法实相 开始侮辱佛子之间的缘故啊 所以说它是最第一啊 到这里为止啊 长文说完了后边的巨颂啊 我们下次再说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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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知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果栋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5点到6点 力宏老师线上教学 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插花课程 日期4月9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6点开始 亚方老师现场教学 联络电话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由中国佛教会主办110年度 人亡护国习灾祈祈福大法会 即其千万圣身经咒消敏新型冠状病毒 祈福大法会 于高雄打鼓岩圆坑寺举行 自民国62年起 中国佛教会每年订定农历正月18日 这一天起见人亡护国习灾祈祈福大法会 主要为国家祈福 为人民祝祷 并由各县市佛教会负责承办 堪称佛教界年度盛事 圆亨寺大殿外 来自全省各地的志工 恭敬和掌排班 大雄宝殿内中古齐名为法会开始传递法音与祝福 并离请雾元法师 元界法师 雾豪法师 在扬之进水战 大悲咒 心经等的唱诵声中会堪场周围洒进 每年的人亡护国习灾祈祈福大法会 高僧大德海会云集 共同恭送人亡护国般若波罗蜜金 为国家文武百官祝祷 为国家心胜祈福 我们中国国教会 每一年选择农历正月18年 来举行人亡护国习灾大法会 那么他是原由是由这个过去 这个蒋中正的时代 那么拜托佛教界来为国家祈福 那么为国家的领导人 为这个执行公务的文武百官来祈福的 那么国家如果能够这个昌盛 他就不会有灾难 人民就不会受苦 那么人民能不能幸福 国家的领导人 他就是一个领航者 那么文武百官 是所有人民能不能幸福安基的 真正的实践者 所以这个佛教他是讲慈悲 那么怎么样能够 要让人民能够安乐 首先我们必须要让国家没有灾难 让领导者用智慧来治理国家 用慈悲心来为人民创造幸福 所以这是我们 祭拜人亡护国的这个意义之所在 除了为国为民之外 此次更特别为全球的疫情来祈祷 现在目前全世界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蔓延 侵袭 所以我们也共同来助导 同时也为天地能够无灾无烂 不要有水灾 不要有轰灾 不要有地震 那么就算是说他有 也不要对人民的这个财产 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这是我们办这个人亡护国法会的目的 一年一度的 人亡护国习灾祈祈福大法会 由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 新冒法师 攻读总统贺殿 政府各级长官包含有 内政部部长徐国勇 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 高雄市市长陈其迈率 市府团队等 力领法言 共同助导 佛教界高僧云集 中国佛教会名誉理事长 袁中长老 高雄市佛教会荣誉理事长 袁亨寺住持 敬明法师 高雄市佛教会理事长 袁介法师等 诸会法师上台致辞 祈求佛陀慈悲护佑 灾难消灭 活动圆满成功 诸位健康如意 蔡英文 中华民国110年 2月11日 那在这里要感谢 我们所有师父们 慈悲为怀 那这么多的法会跟祈福 让我们台湾能够社会安定 国家安全 其他时代力量等等 应该也都会奔着 祈福法会 可以说是让我们未来的一年 可以更加的顺利 平安 中国的庄严 实实在在 我祈求三宝慈悲 来保佑我们国家 宝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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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 好想 来广东这个圣位 我 光几句谢谢 我们祖父 为这个高雄地区的灾难 沉重沉大火 火法 身保力 菩萨悲愿力 菩萨悲愿力 护法 护持力 经典 菩营力 千万金奏力 六合 生且力 消灾 祈福力 超见 净土力 大众共一 共心力 佛教团结力 共臣 互国力 阿弥陀佛 普愿 诸佛 千详云集 荣天 护佑台湾 万尽平安 诸事满愿 在佛前大共仪式中 法因设受且庄严 主办单位 趁此书胜姻缘 供养与会生众 共生功德 福慧增长 可谓护法护教的菩萨行 并在中国佛教会 副理师长 建英法师 宣读总统致敬殿文后 圆满法慧功德 怎么样能够 让我们本身的 所有的身重 或者信重 信仰品质 能够提升 那么这个是 中国佛教会的责任 我竟要铁为 中国佛教会 现任的理事长 我们就会朝这个方向 来努力 希望我们 这一点努力 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跟大家的支持 希望佛教能够因你 而更加的心圣 更加的花扬光大 我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大家 生命电视高雄采访报道 十地菩萨的南圣地菩萨 是五地的菩萨 他的修行 不但圆满了禅定 更证悟了真实的地理 他离诸细论 不讲说错误 没有意义的言论 违背真理 不能增进善法的言论 他证悟空有不二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这是极难到达的阶位 所以叫做南圣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电视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五体系列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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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世青菩萨所注解的发菩提心经论 从这一部的经论里面的内容 主要是让我们能够落实了解菩提心的内容 还有如何来发菩提心 所以经过